特朗普政府又连续传出人事变动 白宫8号发表声明称 美国总统助理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比尔夏因提交辞呈 此外美国空军部长西瑟·威尔逊 8号宣布辞职 成为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离职以后 首个提出辞职的美军界高官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8号在声明中说 美国总统助理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比尔夏因于7号晚提交辞呈 特朗普表示接受夏因的辞呈 他将以高级顾问的身份 加入总统特朗普的2020年竞选团队 夏因现年55岁 曾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工作多年 2018年7月被任命为 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是特朗普政府第5个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 美国空军部长西瑟·威尔逊 8号也宣布辞去职务 他的辞职将于5月31号正式生效 威尔逊在社交媒体上说 他已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并将担任德克萨斯大学 埃尔帕索校区校长 威尔逊现年58岁 2017年1月被特朗普提名为 美国空军部长 同年5月获国会参议院批准 美国媒体报道说 威尔逊去年曾对特朗普 推动建立独立的太空部队计划 存有疑虑 但近来对国防部在空军内部 建立一支太空部队表示支持 空军部长是美国空军部最高官员 向美国国防部长或副部长报告 负责处理美国空军部一切事务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特朗普政府中有多名高级官员离职 包括司法部长塞森斯 国防部长马蒂斯 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